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最先采用华塘炮的特六二坦克 以及最新采用自动装弹机 只需要三名成员的特六四坦克 这几型坦克 无论装甲 火力还是机动性 都超过同期的西方坦克 而且装备数量大 成为西方国家非常忌惮的钢铁洪流 特六四坦克技术先进 但是造价成本高 因此苏联研制了特七二坦克 特七二坦克用牛杆式悬挂 代替了液气悬挂 六对大直径副种轮 代替了小直径副种轮 虽然越野机动性不如特六四坦克 但结构简单耐用 特七二坦克虎控系统被简化 早七型采用核相式光学测距仪 后七型采有了激光测距仪 虽然有弹道计算机 但很多数据要靠手工输入 自动化程度欠佳 炮塔为铸造结构 半球形 炮塔和车体前采用了复合材料装甲 但后度及复合装甲的间隙内 填充材料均不如特六四坦克 但也正是因为悬挂 火控 装甲等系统 进行了简化 相比特六四 特七二具备了单价低 不用担心技术泄密的优点 所以 苏联不仅自己大量装备特七二坦克 还大量援助给蒙古 波兰 捷克斯洛伐克 还建立了特七二生产线 后来 连特六四 特八零坦克停产 时 特七二坦克还仍在生产 至今总产量已超过两万五千辆 也正是为了对抗这庞大的坦克集群 西方各国大力发展武装直升机 力图以空中质量优势 抵消特七二的避免数量优势 特七二坦克采用的自动装弹机 结构简单 动作可靠 是它的移打技术亮点 它把弹丸和发射药分两层 在吊栏底部排成一圈 装填时一起提上来 先把下方的弹丸推入炮膛 再把发射药推入 坦克炮固定在4度30分仰角位置装填 射速可以达到每分钟8发 特七二坦克可以发射 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尾翼稳定破甲弹 尾翼稳定榴弹 弹药基数39发 其中22发存放在自动装弹机的旋转弹盘上 17发存放在车体内其他位置的弹架里 这种分装式炮弹 发射药桶的大部分是可以燃烧的 只有底部一小截是金属的 射击后 金属药桶从炮塔顶部一个小开口抛出 苏联人采用自动装弹机 是因为125毫米炮弹 如果还采用定装式 权重将达到37千克 装填手每分钟最多只能装四五发 而且定装弹很长 搬运装填都不方便 把弹门和发射药分开 变成分装式炮弹 重量长度可以降低 但是得装填两次 还是会降低射速 再加上苏联坦克追求低矮 内部空间狭小 坦克成员只能选小个头 这个自动装弹机和车铁挨小等特征一样 是苏联人根据自身特点总结出的坦克设计思路 但也正是这套思路 让特其二的从军生涯大起大落 特其二坦克首次参战 是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 当时阿拉伯国家的特其二 与以色列的M60等坦克对战 战果损失基本相当 但是以色列军队的空地 坦炮协同更加优秀 M60等坦克还有激光测局仪 火控计算机 阿拉伯国家的特其二坦克 却只有光学测局 火控数据还得手动输入 这种情况下打成平手 足以表明特其二坦克 在不少方面确实比西方部分坦克优秀 但是九年后的海湾战争 情况发生了变化 此时M1挑战者 已经是第三代主战坦克 火控系统的电子化程度很高 相比而言 伊拉克的特其二坦克 还是老样子 已经完全落后了一代 而且当年 苏联出口特其二坦克时 装甲 火控 弹药等 都降低了一些配置 俗称猴板 苏联当时已经生产了 一大批下反式火控的零部件 甚至已经造好的 下反式的火控系统 但是当时上反式火控 已经研制出来了 所以苏联自用的很多坦克 开始逐步换装上反式火控 那下反式火控生产出来了 不能浪费 所以伊拉克愿意买特其二坦克的时候 苏联就全都装上这个 下反式火控卖给它 就在清库存了 战争中 特其二的一些缺点被放大 比如 苏联坦克偏好低矮的外形 更轻地车重 这样在丘陵丛林地形下容易掩蔽 适合通过泥泞 沼泽 雪地 这种情况下 坦克最容易被敌人看到 和射击的地方是炮塔 车体 特别是车体下骨 几乎不可 咱们摸 坦克 特别是炮 有种风格器 那这里是倒立的 平凡 感谢观看 通过可见光观测的 只能看看两三百米 甚至四五十米 可是M1坦克装的是热成像 是通过观测对面 对方特切尔坦克的温度 和背景温度差别 来识别坦克目标的 这样他就能看两三千米 在这个时候 特切尔坦克和M1坦克对战 就像是一个近视眼 严重的近视眼 和一个视力特别好的人 两个人对着扔砖头一样 这个差别太大了 海湾战争后 特切尔坦克的声誉一落千丈 平心而论 伊拉克的特切尔 以减板出口型 二代坦克的身份 在一个设计之初 没怎么考虑的战场 挑战空地一体化作战的 三代坦克 打成这样也很正常 而且 今年在中东战场 M1坦克 也频频爆出训爆的案例 说明当年特切尔完败 并非都是他实力不济 后来的特九零坦克 就是以特切尔坦克为基础研究 是选择技术水平上更高的 特六四 特八零坦克 特九零坦克的显著变化 一是改进了电子设备 比如增加了窗帘光电干扰系统 炮塔周围的激光暴警系统 发现敌方导弹制导信号后 坦克炮两旁的红外探照灯启动 交替发射信号 模拟反坦克导弹尾部的信标 从而欺骗导弹的跟踪制导设备 让来袭导弹飞向错误的方向 二是特九零坦克采用了新的 涡轮增压多燃料柴油机 新的坦克炮和弹药 符合现代化水平的火控系统 夜视设备 特九零是什么 就是在改进后的特七二基础上 在上面再加点新技术 比如装一套主动防护 装一套干扰装置 或者装一套遥控武器站 或者换上更先进的附加装甲 这样一点一点改 通俗的讲就是特七二 更像是咱们现在用的智能手机 发展到第四代 第五代 第六代 但是特九零就相当于是特七二的普拉斯版 俄罗斯为了升级本国现役老坦克 以及促进外销 也在不断改进特七二 比如特七二B3 首先是对坦克车体进行了一点修改 车手标志性的V型防浪板 换成了一字形 这样更容易批挂附加装甲 炮塔前部顶部也增加了爆炸反应装甲 提高防护力 还把烟幕弹发射器 全部集中到了炮塔阻测中部 特七二B3M 它的打出去的烟幕弹 不叫烟幕弹 叫快速隐身干扰弹 打出去一个快速隐身弹 它表面上看上去也是烟幕 但这个烟幕和坦克之间的温度 温差非常小 甚至于是几乎不存在温差 那么用热成像仪来观测 成像仪是一片白 如果用可见光观测 又是一片烟 所以就真正做到了快速隐身 特七二B3的坦克炮 还是原来的2A46型 除了穿甲弹 破甲弹和榴弹 还能发射炮射导弹 最大射程可达5000米 远远超过炮弹 其实 上世纪80年代 特七二B型坦克 就能发射炮射导弹 但出口的特七二坦克 一般都没有配备相应的制导设备 完全丢掉了这项远程火力优势 特七二B3型坦克 换成了840马尼发动机 比原来的780马力略有提高 并且将单小履带换成了双小履带 虽然坦克的战斗权重 从41吨增加到45吨左右 但动力系统 行动系统的改进 让它的最高行驶速度 从原来的每小时60公里 提高到70公里 俄罗斯推出的这套改进升级方案 主打的就是低成本牌 很多国家 特别是东欧和中东地区 还有大量特七二坦克服役 相比现代坦克 它们的总体性能差距很大 海湾战争的结果 更是让很多用户受到强烈刺激 但全部换装新一代坦克 能选择的型号不多 如果能用较低成本 直接升级手头的旧坦克 无疑是个最好的选择 特七二坦克在海湾战争中 暴露出的一大缺点 就是火控系统不如对手看得远 看得清 看得准 通讯联络易受干扰 于是 特七二B三坦克 在继续提升动力系统的基础上 全面升级了火控系统 光电设备 无线电系统 例如 采用新的弹道计算机 夜视仪 横风传感器 部分坦克还增加了一个车掌周视仪 提高车掌观察战场 指挥战斗的努力 后来推出的特七二B三M型上 这个周视仪成为标配 特七二B三M也被称为特七二B四 是特七二家族的最新改进型 它在2014年首次公开 随即就开始了小批量生产 海湾战争后 特七二坦克最被人诟病的 就是装甲防护问题 自动装弹机 弹药储藏位置 这些事关总体布局很难改动 而且把弹药放到坦克内最低处的思路 并不算错误 因此 提高特七二坦克防护力的最好办法 还是加强装甲 特七二B三M的复合装甲材料更好 防护性能比老式特七二坦克有了提高 表面可以披挂的爆炸反应装甲 也有了新型号 要论爆炸反应装甲 苏联 俄罗斯研制的型号 比西方国家多 而且 它们不仅能对抗破甲弹 反坦克导弹 还能降低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威力 2016年 俄罗斯宣布 计划将自己的150辆特七二B坦克 升级到特七二B三M标准 发动机被换成了1130马力的新型号 特七二B三虽然已经把发动机功率 提高到840马力 但此时的西方坦克 发动机功率已经普遍提高到1500马力 虽然西方坦克的战斗权重 大多在55吨左右 比特七二B三重约10吨 但这算下来 平均每吨也有27马力 而特七二B三只有18马力 换了新发动机后 每吨达到25马力 也算是接近先进水平了 如果加速度足够快 那么它这个车是可以甩掉 火控系统的追踪的 所以临时28千米加速度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制指标 怎么完成这个研制指标呢 发动机的最大功率 除以坦克的战斗权重 得到的数值 所以说一个实战需求 背后透着的是技术 支撑技术的是数据 数据后面支撑的是整个坦克的整体设计 俄罗斯西部军区新闻处 5月25日发表公报说 该军区将于今年下半年 接收100多辆新型特七二B三M坦克 特七二主战坦克诞生于50年前 他的研制过程参战经历 也是波折不断 既曾让对手胆寒 也曾被贬得一无是处 但他至今还活跃在 很多军队和战场 并且正以新的面貌 展示在阅兵场 赛场 力图涅槃重生 兵器面面观 特七二主战坦克正在播出 近年来 俄罗斯翻新升级的特七二B三 特七二B三M坦克 频频到红场阅兵室上亮相 特别是特七二B三M 外观很像特90 毕竟后者本来就是以特七二 为基础研制的 红场上的特七二B三M 还在防护上添加了一些新措施 车体侧面前部换装了新的侧裙板 后部和尾部加挂了 栅栏式装甲 提高对火箭弹反坦克导弹的防御力 特七二B三M作为特七二系列 一大升级型号 性能已接近特90 后者只是在光电系统上更强 例如炮塔前有两个窗帘干扰系统的大灯 特90的成本自然更高 军费不充裕的俄军也只能少量采购 因此改进升级的特七二坦克 重新在俄罗斯军队中焕发了活力 俄罗斯还通过坦克大赛等活动 积极展示改进升级版的特七二 力图挽回被海湾战争打掉的声韵 重新走向国际军火市场 比赛中 特七二B三M遭遇了其他坦克的强力挑战 虽然它的发动机功率 比其他坦克更高 加速更快 但由于还是手动变速箱 高速性操控性不如其他坦克 虎控系统在速度精度上也有一点差距 这首先是因为 过去苏联坦克的很多研制机构 配套工厂都在乌克兰等地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的坦克技术发展 已阻线停滞 但特七二B三M坦克 毕竟还保留着苏式坦克的血统 依然具有极够简单坚固 维护保养方便的特点 适应各种粗暴操作 其他坦克也通过这些比赛 从特七二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特七二主战坦克 作为近50岁的老兵 一生的征战生涯也是大起大落 既曾被西方国家视为钢铁的洪水猛兽 也曾在实战后被批得体无完肤 但时至今日 我们在世界克敌战场 还是能见到它的身影 面对新的战场 俄罗斯也正在努力重塑特七二 恢复它的陆战荣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